这个男人被逼着开餐馆 年收入两千多万 可年赚千万的生意 怎么会是逼出来的呢 曹永强就是餐馆的老板 他当初养牛遇到了难题后 加入了国家肉牛豪牛体系寻找帮助 最终在体系内专家的帮助下 成为了当地肉牛的领头人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体系内的首席专家 却要求曹永强开店 甚至说 他如果年底餐馆不开业 就将他开除体系 被首席专家威胁 让曹永强感到压力山大 但他在国家肉牛豪牛产业技术体系内 得到了很多好处 尝到了甜头的曹永强 当然不舍得离开这个体系 而在他刚开始养牛的时候 曹永强最看好的品种 就是体型高大 出肉量大的西门塔尔牛 为此他甚至专门跑到新疆 买回一批这种牛 但很快 曹永强就吃了一个亏 到了夏天的时候 西门塔尔牛出现了状况 他们的食欲下降 而且呼吸变快 体温也很高 有的甚至能达到41度多 这是中暑的症状 曹永强没有办法 只能把带空调的办公室 腾出来让给牛住 这样虽然解决了牛中暑的问题 可办公室太小 体型大的牛 住着也不舒服 所以曹永强每天都会放牛出去转转 这样一冷一热的 牛就感冒了 尤其是刚出生的小牛犊 情况特别严重 最严重甚至激发肺炎 然后死亡 外地的牛 水土不服 不能平安度过夏天 曹永强就无法大规模养殖 就在他发愁的时候 他加入了国家肉牛体系 首席专家曹宾海 就向他建议 好好研究一下 当地土生土长的小黄牛 曹宾海觉得 一方水土养一方牛 黄牛经过几千年的进化 适应了当地的环境 那就是自然法则下的产物 黄牛在当地也有了自己的名字 叫做早北黄牛 它不仅好养活 而且十分温顺 耐寒耐干 肉质细密 营养丰富 所以黄牛很受当地养殖户的喜爱 但它们有一个缺点 那就是长得慢 而且体重一般 所以曹永强一开始 还看不上这小黄牛 但曹宾海却告诉他 这种牛身上 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 听了曹教授的话 曹永强立刻开始大量收购早北黄牛 那么曹教授到底给他说了什么 这个男人被逼着开餐馆 年收入两千多万 可年赚千万的生意 怎么会是逼出来的呢 曹永强就是牛肉餐馆的老板 而在开餐馆之前 曹永强还只是一个规模不大的养牛户 他受到国家肉牛产业技术体系内 首席专家的建议 去养殖早北黄牛 但早北黄牛体重轻 长得还慢 专家为什么要他养这种牛呢 原来中国小黄牛的肌肉纤维又多又细 而雪花肉里面的这些脂肪 就是长在肌肉纤维的缝隙里 想要脂肪均匀 雪花多 当然是肌肉纤维越细 缝隙越多越好 小黄牛的肌肉数量都在150到180根 比国外的品种牛多出50到60根 所以就算是国外的雪花肉品种 也很难跟小黄牛的雪花肉相比 于是他开始大量收购早北黄牛 经过几年的繁育选育 形成了体型标准化的核心种群 逐步实现了商品牛的自繁自养 养殖土生土长的早北黄牛 成本低还安全 所以曹永强的养殖规模迅速扩大 而他尝到的第二个甜头 就是体系内的专家给他帮忙 找到了一个加工粗饲料的组合配方 替他省下了高额的饲养成本 他刚开始养牛的时候 曹永强专门租了地 用来种植饲养玉米和黄竹草 但随着养牛规模的扩大 养殖饲料和草的人工成本 和土地本身的租金 让他有些难以承受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曹永强想到了当地数量最多的稻草 因为湖南是国内主要的水稻产地之一 所以稻草量大 价格便宜 很多养殖户也在冬季 使用稻草给牛补寺 但用稻草喂牛到底行不行 曹永强心里也没理 于是他找到体系内 专门研究营养问题的专家帮忙 专家告诉他 想要用稻草喂牛 就必须把稻草切碎 做成混杵饲料 才能满足牛的生长需要 于是曹永强在专家的建议下 使用稻草 酒糟 黄竹草 或者是玉米结果 混合成饲料 而且为了让牛爱吃这种饲料 专家还特别研制出了一种特别的发酵剂 用稻草 酒糟 替代了部分黄竹草 不仅满足了黄牛的生长需求 还能节省三分之一的成本 这个男人被逼着开餐馆 年收入两千多万 可年赚千万的生意 怎么会是逼出来的呢 曹永强就是这家餐馆的老板 可在开餐馆之前 他还只是一个规模不大的养牛户 因为牛的住宿问题而头疼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岛北黄牛过去都在山上散养 他的牛场的范围有限 但牛的数量密度大了之后 牛粪就比较集中 尤其到了冬季 太阳少 温度低 牛粪干不了 里面会有很多细菌 而有些牛陷进去之后 长期在里面生活 就会导致牛得了腐蹄病 曹永强为了方便清理粪便 也为了避免发生腐蹄病 就把大部分牛圈改成水泥地 还铺上了很多木屑当做电料 可没过多久 就有一头牛倒下死亡 这是怎么回事呢 曹永强加入了国家 肉牛牦牛产业技术体系后 才知道牛本身不能分辨电料和食物 所以他有时就会把木屑当做食物吃下去 但牛消化不了木屑 就容易产生基石 严重时甚至会造成牛的死亡 专家告诉他 可以使用稻骨加工后 产生的废弃物 稻壳当电料 它的主要成分是纤维素 所以牛吃了也能消化 可以和干牛粪混在一起 做成发酵床 还给他送来了两种菌 专门分解牛粪中 牛没有吸收的营养物质 将稻壳跟干牛粪混合到一起后 加入这两种菌 就会变成柔软的发酵床 不仅解决了牛粪的处理问题 还给牛提供了安全舒适的生活环境 除了这些 体系内的专家给曹永强提供精饲料配方 让小黄牛在10月内的育肥期里 每头牛体重平均能增加300公斤 屠宰出来的雪花肉也是上等 就在这个时候 体系内的首席专家 却给他下了不开餐馆就开除的最后通牒 这让曹永强很为难 也很不理解 隔行如隔山 但尝到了这么多甜头的曹永强 不舍得离开这个体系 所以他只好硬着头皮去做 将小黄牛养足28个月后 曹永强自己屠宰 分割加工 开发出各种菜 把牛肉分成不同的等级 卖出不同的价位 就连牛蹄 牛头 这些下饺料也做成了美食 经营一段时间后 曹永强发现 把小黄牛通过自己的餐馆卖出去 真的很赚钱 500公斤重的黄牛 要是按市场价卖出给狐仔厂 顶多卖到15000元 但通过自己的餐馆卖出 一头牛的收益 就又翻上了3到4倍 曹永强这时才明白 首席专家知的招 确实是化解市场风险的大招 让它的养牛厂 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 从牧场到餐厅 既能减少养殖风险 还将每个环节的钱 都挣到了自己的手里 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凌门 地区